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6月24日 已經是星期一了 你現在聽的是 升旗易得道的主頻道 而我們 所有節目 已經去移私到 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請大家稍而欲報 各位欣賞精彩節目 今天我們有很多不同的話題 首先 李家超 這個位置危在單直 鄧炳強似乎想發動政變 保安局最新的海報 很明顯是抄襲韓戰二的 整個海報 其實 這個正正反映了鄧炳強的內心世界 他 就是要發動這場政變 就是要取代李家超 當然 有問題的除了他之外還有蕭澤宜 蕭澤宜我們也懷疑他是不是思覺失調 又或者出現幻聽 中央一直都說香港已經由亂到治 由治及興 既然那麼好 為什麼他還說香港暗藏殺機呢 在哪裡聽回來呢 是不是他的幻覺呢 還是真的出現幻聽呢 聽到很多反對聲音 很多人要推翻政府 揭桿而起 攻入禮賓府 活捉 這個李家超 好了 不僅如此 香港機場也經常出事 上個星期 赤立國已經是有一班航班 導致大規模的延伍 好像是掉了滑 有隻飛機掉了滑 然後航班 差不多5至6個小時 去台灣 打算下午到 誰知道是晚上才到 去日本還慘 回到酒店已經是凌晨了 現在 亦出現電腦故障 所有行李的資訊 所有航班資訊 顯示屏 電腦的屏幕 全部都失效 好像大時代那樣 要用人手 寫在白板上面 真的 這樣 怎麼可以稱為 世界級的機場 你們沒有後備方案嗎 我們也說說內地的消息 大陸的稅稅大規模查稅 說要倒查30年 向一些民營企業下手 現在還跟警察 即是公安合作 成立了警稅合成作戰租心 已經是20個省市 已經成立了20個省市 主要就是要向那些 民營企業開戰 作戰中心他們的戰量目標 或者他們的戰鬥目標 就是中國的老百姓 你獲民營企業大麻煩了 我們也要說說習近平的家人 習近平的家族女婿 應該是他姐姐齊喬喬 以及吳龍所生的女兒 嫁給了一個英國人 這個英國人有個中文名叫福大牛 他就幫習家 控制著一間 電動車公司 但是這間公司虧損嚴重 虧了幾十億美金 現在 在美國 申請破產 這件事也算離奇 你可以庇佑他在中國賺大錢 但是在外國 一到正常的競爭環境 中國所有企業都沒得做 俄羅斯也是中共賣地雷 似乎普京要報復習近平 報復他在俄烏戰略上 拿樓攤 明明你答應了打台灣 我才打烏克蘭 誰知我出了兵 你又不動手 你已經煽了我一鍋 到了支援的時候 你又進退失據 又三心兩意 又怕被美國制裁 所以他決定 去你的後院放火 支援北韓 給他核武器的材料 亦都 幫助越南 建立他的核武器 根本就是向中共的後欄放火 不論後欄前欄一起 就埋下地雷 放火 普京 實際上現在都兵敗如山倒 拉豬培狗 找個培葬也好 接下來 會不會是中國和俄羅斯 誰鬥快出賣對方 向美國交投名狀呢 那麼多精彩節目 盡在星期二日報後的頻道 請大家稍微報告去欣賞 謝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嚴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